民國61年南橫公路開通後 救國團因應南橫進行隊的需求 在110公里處設梅山山莊 147公里設崖口山莊 163公里設立道山莊 這三個山莊過去都是南橫公路熱門的景點及住宿處 這是最早的 最早的 72 72 對 你當副領隊 對 就是這個 所以你看 這是你服務完的時候 對阿 就歸個人有阿 呵呵呵 然後 是 72 再來跳一年嘛 就70 這是我開始當領隊的時候 喔70是 這個有年 欸 像這個沒有齁 他是在後面 第一年他是在後面 對 75 76 76 難怪你記這麼清楚 因為他上面有幫 對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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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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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während 7 7 不扯啊 八十個學員 八十個學員 那我們那時候走的話就是六天 事實上六天的話 實際走啊 實際走的話大概有四天啦 對 你要把錢都扣掉 報到了四街 那些都要扣掉 在台南報到 然後當天到美山 在美山過夜 對 然後我們都是做專車嘛 做專車 然後送到南虎 從台南這邊出發 到南虎的那個復興 從復興那邊就放 全部下來放 開始走 所以那時候是從復興就開始走 對 從復興走 走到美山 山莊 那時候還沒有叫活動中心是叫山莊 對 到那邊過一夜 過一夜的話再來第二天的行程是 又是做專車 然後到城武雄紀念碑 最早期我們還沒走的時候 那時候的活動隊是 是要從美山開始 從里關開始走 走到天使過一夜 後來又改了 因為整段都是上坡嘛 到大關山隧道都是上坡 對血緣來講那是很累啊 真的很累 所以我們才會從城武雄紀念碑那邊 開始放 然後開始走 中午在快谷休息 用餐 然後再到牙口 又是一張 前程十幾公里啊 都是上坡 快谷那裡用餐 他那時候的用餐是怎麼樣 就是也是 那個算是活動主辦當 自己帶便當 我們都帶便當 對 我們幾乎每個人都帶個便當盒 然後 山莊裡面都 當天晚上就幫你把便當都搭好了 隔天擾個便當就帶了便當 對 所以連便當盒的盒子也是他們準備全部 沒有 我們自己準備 自己準備 對 都是自己準備 然後在快谷用餐以後 休息 然後再走到牙口 哇 所以像你這樣講的跟我所聽到 因為後來大家都只聽到從梅山 然後走到天池 天池然後再到牙口 我那一段的話 是最早是天數最多了 如果從梅山開始走 那是天數最多 我們接觸的時候是 從復興走到梅山休息 隔天再從城武雄紀念碑那邊開始走 就進去那邊開始走 陳武雄那一個後來爸爸的時候就被沖掉 現在把他移到邊邊 還在就一個地方讓他放在那一邊 當這個紀念碑 通常走這一段因為是山坡啦 幾乎走到牙口的時候 每個人真的都是 尤其是女孩子 那些女學眼神的類的都 腳步都是長水一頭 我們長水一頭就是長水泡 那一天生意最好的就是一 一關 都幾乎要幫每個人檢查啦 那所以這樣到 到了牙口以後 我們通常會舉辦那個螢幕網會什麼的 在前面的都有嗎還是怎麼樣 都有 都有在 每個山莊都有 他都會因為山莊裡面都有駐戰人員 都有一些康福的駐戰人員 我們只是負責帶隊 負責沿路的鞍潛 沿路的那個我們都負責帶隊 然後到進戰以後就是交給當駐戰的人員 他們在帶活動 是由他們帶活動 然後通常山莊的我們都叫莊主 然後由莊主先介紹環境 或者是駐戰人員介紹環境 這個是你第一次走的時候 是第一次 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時候是當副領隊 然後隔第二年你就開始 只要有走過一次的復領 就可以 往後就可以當駐隊 所以那個時候完全都是義工性質 沒有 當學員你應該還是要繳飛 因為你要吃啊要住啊 所以那時候大概要繳多少錢 現在還記得嗎 還是可能已經 可能我不太記得 因為我沒有繳飛 就是要繳飛 是要繳飛 你要報名 那時候要事先提早報名 因為寒暑假 東映或者是初期 那些梯隊都是很熱門 尤其是中橫 一些自強戰鬥員啊 跟南橫 這些都是非常熱門的梯隊 像我通常帶的話 大部分就是接近過年這段期間 尤其是除夕開始 我都是帶除夕那一梯次開始 那一梯次每一次報名的人 也都是客滿 連除夕都還客滿 對 所以因為那除了學生以外 就是社會人士 也是會利用這段時間報名 所以我們帶的一些學 幾乎有社會人士跟學生混搭 所以才會由我們這些義工來帶 所以 你如果交由那些大專學生 那些紅烏鴉來帶的話 可是因為裡面有很多是社會人士嘛 所以我們來帶是最適合的 對 這樣來帶有社會人士帶社會人士 比較有的年輕太年輕了 沒社會經驗有時候 因為年齡落差很大 有的學員真的年齡落差很大 所以像你這樣在走的經驗裡面 應該或者是你後來帶那麼多年嘛 你這樣大概還記得你帶過了 除了你參加的 然後那些年次你大概還記得嗎 是哪幾年你有在那邊幫忙帶隊 有72年然後7475 其中有一個7677那時候有碰到 只要大關山隧道有貪方 活動隊就要停 只要哪邊有貪方 那時候安全期間 活動隊就停 其實就不能前行 所以那時候將你走這麼多趟 有碰到過這樣中斷了嗎 有有中斷過 只要大關隧道那邊有貪方 或者是向陽 哪個路段有貪方 活動隊就要停 有可能再等他清楚之間 前後的幾個提示都要停掉 一定要等他通了以後才能再成功 所以南橫這樣講就是 包括那時候就已經會有落實 有有 對不是後來 那時候都會常有 甚至於那時候大關山隧道也常貪方 車子也 對裡面車子也不能過 比除氣的有沒有碰到過剛好 那時候進大關山 然後碰到下雪 有這樣的經驗嗎 有有有 有 碰過兩次 喔有兩次 兩次 整個那個大關隧道的周圍啊 記起來還記得滿不少的 那些學員都很高興 對我們來講也是這樣 我17號進去一趟 那時候是山頭 就雪線是在那個大封閉的超一半 然後20號的凌晨 他又在下 21號早上 那個所長進去就是一片 一片白 西段是結冰啦 但是東段他進去巡邏的時候已經融化了 哇 所以 每一次都是這樣 就是東段因為向陽嘛 向著太陽 所以他融化很快 西段就結冰的時間就比較差 我記得那幾趟來就是72年那一次 雞血最厚 尤其是西段 西段那邊的血最厚 那時候大概有四五公分厚 整片啊 在整個大關山隧道口 都是 一片白毛毛 在那個時候有沒有可能在健行的當中 看到特別的野生動物 在那個時候 有印象嗎 那時候野生動物 因為我們走都是在春節期間 所以因為過往車輛會比較多 過往的車輛比較多 所以 通常要看到野生動物就是 比較少再看到啦 很少看到就是鳥類啦 那時候我們對 通常我們對一些鳥類認識也沒有那麼多 沒有那麼多 也不懂了 這叫什麼鳥 那以前的相機大概功能 那時候大概也都是 那時候又是用底片在拍 所以通常會拍風景 拍特殊的比較少 除非是一些比較攝影 有那個 以前帶的相機就是拍任務而已 對 那不像現在有數位相機就會 任何景象都會拍 反正回來 不要了就刪掉就好 因為那個時候 因為那個時候 道路它 我們走的時候 也還沒有 國有 應該是全部都是 四口路 都是四口路 到了大概 哪一年 好像我 八一年那時候 戴的就有了 因為我中間有隔了幾點沒有戴 八一年那一年 戴就已經是 國有路 像你在戴的這個過程裡面 有沒有什麼學業員 什麼發生比較特別的故事 你還記得的 在戴的這個裡面 有沒有什麼比較印象深刻 或者是學業員 我記得在七 其實 那一個梯詞是 七十五年 七十五年那個梯詞 因為是過年期間嘛 過往車輛多 過往車輛多的話 過往車輛多的話 也容易會有一些事故啦 對 南橫路段會有 容易有一些事故 有天晚上 我們就是在 剛好是在雅果山莊 在晚上在做活動 阿莊就跑進來說 向陽就向陽 向陽三下 有車子掉下去啊 就有一些事故 我裡面就剛好有聯合報的記者 這是他的記者一種敏銳度 真的敏銳度 他一聽到有車子掉下去 他惡化不說 相機一抓就跑出衝出去 跟莊主衝出去 就招呼人馬 趕快要去救援 我們活動就停了 就這些一些男生 趕快去幫忙救援 在山上碰到類似的監控 有機器 對 像在雅口 一般來講 我現在把它稍微縮小一點 因為這次主要是 大概以雅口山莊為主 是 所以像你那時候第一次住到雅口山莊 那個時候的感覺 那個時候的 裡面的 的建築啊 或者住的那個通鋪啊 當時應該是通鋪啦 對 相關的這些東西 你那時候 你現在想起來還有印象嗎 你描繪一下當時可能那時候的建築 還有你剛到雅口山莊 雅口山莊那時候的 因為我第一次到雅口山莊 其實我最大的感覺其實是 大崩壁跟那個整個 但是我不知道 你那時候 對雅口山莊 你有沒有什麼特別的 特別的感覺 那時候 去那時候的整個山莊 所有救國團在三個山莊 都是很嚴死的 嚴堂的三個山莊 都很嚴死 尤其是雅口 因為它是在最高點 那時候它包括 左邊那一些顯朗 因為它有顯朗伸出去 那些都還沒有建 那時候真的很嚴死的一個山莊 也是一個很漂亮的一個山莊 所以它的建築 我在想 會不會 像梅山 它後來都變成已經是 活動中心了 對 活動中心 然後有的都水泥化 對 但是雅口它其實還有很多 比較 像木頭或什麼的 梅山會不會早期 剛開始也是像它這樣 我那一定沒有 對有有 都是這樣 就是最嚴死的 就是救國團很標準的山莊 就是木材 都是木頭 然後做一排式的 從梅山啊 雅口啊 立道 建築都是一樣的 只是顏色 屋頂的顏色不一樣 那像那時候帶活動啊 那以後 最開始的時候可能有營火 後來那個什麼營火 那個 還有升旗台 升旗台應該是早就有 有 那個 營火王會那個 那個場地 不知道是怎麼樣 你有沒有印象 還是你一開始去就已經有了 我們去的時候 營火沒有營火場地 它營火也是從在前面的廣場 然後它會搭 它會搭一些營火 只是寒暑假 結束以後 可能這些 場地就沒有了 因為一般 去那邊住宿的 不會有這些活動 或者這種活動 那裡面的 裡面住宿的 在左邊一邊的話就是 後面就是廚房 然後睡覺的地方就是往兩邊走 就是大通鋪 然後每一間的話大概可以住個八個人 八至八個人 對差不多 八個人 大概八到十個人 但是那個莊主 就是雅口山莊的莊主 他說曾經那麼小的地方反正 他說租給你一個房間 他也不管你睡多少個人 他說曾經跟我講說睡過 睡過四百個人還多少個人 但是活動隊他不敢這樣做 因為這是一個總團部辦的活動 他通常學院 除了學院的房間 譬如說這個梯池上來 我們也有兩部車嘛 八十個學院 安排完了以後 其他的房間 他要怎麼安排他 包括走道 外面走廊 因為莊主這樣做也沒有 有一個後未來 因為那麼冷的天氣 而且又是在過年期間 你不讓他有個住宿的地方 對對對 這個與情與理 真的你讓人家在外面受動 實在是 只是對這些參與活動的這些學院 他是不能跟他們一般一樣 你回憶一下 因為南橫現在幾乎沒有人 在我以前歷到國小 在那邊一年 過年是民宿全部租光光 然後學校操場是搭帳篷搭得滿滿的 你回憶一下 你所在八八之前的 這個整個南橫的這些情況 特別是你帶過年 那一定又是更明顯 當時的情況 大概可能是怎麼樣 人潮啊 這個部分 如果力道的話 不一定力道 即使像梅山的話 就不會那麼 牙口跟力道 人潮最多 因為到了高點 他像在除了操場 他要留一小塊的空地 給活動做活動以外 其他都要開放大帳篷 開放大帳篷 包括力道也一樣 力道前面那邊也是會開放給一些 外來遊客大帳篷 所以應該就是說人潮是相當相當多了 所以這個應該照說應該是從西部 往東部走的吧 因為東部的人少啊 通常會走來 以整個他的流量來講 都是西往東部 站最多 其實前幾天 你可能沒看到 那個東大有一個教授 他才在邀幾個 老人 那個是以前帶團 那個都是已經快八十歲了 也有總幹事的 他邀幾個就是在談 救國團六十年代的那個 帶的唱的歌啊 你還記得嗎 你那時候像他們 那個當然可能是駐戰的人在帶的 像那個時候我比央說 那個時候最有名的歌 你有沒有 平劇啊 喔平劇喔 平劇是那時候的代表 那時候就有了 對 那是因為以前總團部有個魯拉拉 他們便寫出來 那一首歌每一次 只要在 到了台東那邊要解散那一天 唱那一首歌 哇 其實大家哭得一塌糊塗 真的哭得一塌糊塗 所以其實經過那 不管是七天六天五天 對 其實那個感情都不一樣 不一樣 尤其是因為在走 通常一走 從早上到小 都走十幾個小 真的走 十幾個 有時候 到晚上有時候 都要拖到最後 等近戰的時候 有的人還在後面慢慢走 因為沒辦法 腳都長水蜜桃 所以你大概回憶一下 早上可能幾點鐘開始 然後最後當然是要進到站裡面 我大概整個這樣的時間 上午的話 通常是七點半至八點 這一段時間就出發了 就開始走 如果說以牙口往東走 到綠島這一段的話 我們是經過象牙 然後會在那個立岩 在立岩那邊用餐 安排的時段是在立岩用餐 用餐完了以後 大概休息了半個小時 然後又出發走 摩天寧 這樣走 走到通常正常時段 如果說行程OK的話 學院沒有拖到的話 走到立岩 大概是下午 大概下午 大概五點左右就會進站 但有時候會拖到七點多 因為有的學院 你總是不能加他 跟著一些劍腳在走一樣 所以那個時候應該是比較後段 腳該走了 該破了 一定差不多多少都會破 然後到立岩 因為我之前聽說有的 我問過一個蔡媽媽 在烏路那邊一個開飲食店 她是說最早的時候 有走到新武橋了 你有這樣印象嗎 你那時候帶的 從立岛走的話 是到下馬 走到下馬 有個下馬 但是那一段 從立岛走到下馬 這一段 其中有一個很關鍵點 就是立岛在轉角那邊 不是都很會彈彈嗎 然後現在有座民隧道 以前在灘荒的時候 只要碰到灘荒 我們通常你都知道有一條接近 所以你們又走步道 天龍步道 對對 所以像你帶的那個 我走過那一條走過兩次 也是碰到灘荒 我就帶學院走那一條 所以還好啦 他還是有一個另外一條路可以下去 所以你帶過的是到下馬 有的人是說 可能每一梯之後 後來有做調整 他們是 最早說有到那個 就是新武橋 這樣之類也有到下馬 然後現在也有是到 霧路就是天龍橋 可能是每一梯是有稍微調整 對 那你們最後休息的時候 你講的就是 在如果是到 比方說到下馬也好 他是用車子來接到農工 還是怎麼樣 對 會有專車在下馬那邊等 應該 晚上中那時候台東的客運 那時候 是頂東嗎 還是我記得是掛公路局的名字 頂東 頂東喔 他有到天職嗎 我們從台南去是公路局 我們從台南出發這邊是公路局專車接送 然後 然後 那個東段這邊的話 是由台東的頂東客運 從下馬那邊接到台東東 這個是應該是救國團跟他們簽約的啦 然後我剛剛講的那個是 在南橫公路他是有從台東到天職 天職這邊是到 對 這個是另外的 那是公路局 那是一般我們通常講的就是客運搬車 客運搬車的話 從台南這邊出發是公路局 然後他的轉 轉折點是在天職 然後台東這邊上來是頂東客運 對沒錯 所以他就會載到 那個 台東農工那邊 所以 因為我看到有照片裡面 他又有東海岸的自行車也有漸行 然後又南橫漸行 所以那個時候很可能是 在寒假暑假可能 就很多都全部在那邊大會師的意思 這邊都有 因為像如果在台東農工那邊 會合的時候 就有那個 東海岸健行隊 南北隊 包括南橫健行隊 還有東海岸自行車隊 總共有三個梯隊在那邊 他會舉辦一個大型的晚會 等於三隊在那邊會合 所以最後做一個很快樂 這個Happy的Ending 對沒錯沒錯 像我們 在走南橫的時候 當然有時候 沿途會碰上一些 一些狀況 比如說 血緣 有一些病痛 他沒辦法走 像碰到這些的話 我們 也是沿途會攔車 攔車 然後跟司機架 我們會計下車 然後麻煩司機幫我們先 比如說我是在雅口道立道這一段 就會請司機先生幫我載到立道 如果在立道到台東這一段 就請他 麻煩他幫我載到台東農工 所以你覺得 我現在講 你這樣 這樣帶當然是義務性質 當然也是一種義務服務 你覺得你從這裡面 你感受最深厚 你學到哪一些或者是什麼 你想看看 這講有一點 好像有一點八股 不過有時候就是說 你從這裡面學到哪一些經驗 從以在南桶這樣走的話 除了說 你可以沿途一些欣賞 除了他最嚴實的風貌以外 包括整個他的人文 所謂人文就是包括 他因為有原住民 而且都是故隆組 這些人文 還有整個學員 因為我們帶了梯隊有學生 也有社會青年 這是完全不同類型的 他學生呢 有他純樸的一面 那社會青年士的話 他畢竟他是出社會 業力也比較多 因為健行隊的話 是 是很多 年輕人 他 他培養 他 培養一種團隊合作的 很好的一個活動 包括 像沿途上啊 大家會互相照顧 真的會互相照顧 非常好 而且 沿途嘻嘻哈哈 走起路來 以每天要走十幾公里的路啊 那都會培養一種就是 互相扶持啊 這些像平常一些 你平常大家從不認識 雖然是短短的幾天 我們在走南海的時候 接觸到這些原住民啊 像在山莊就可以接觸到 對 他山莊的一些 像工作人員 服務人員 也有原住民 都是 藍橫這一段的話 應該都是不容主啊 那時候接觸的話 給我一個印象就是說 哇 這些原住民 怎麼皮膚都這麼黑 跟我們是不一樣的 那是真的 那個年輕的時候的想法 但是咧 他們真的很熱忱 他們 以我們那時候的角度在想說 哇 他們怎麼 跟我們是不 所謂不同的地方就是說 他們做事情啦 講話就是不像我們平地點就是說 齁 都會想那麼多啊 想那麼多 他們說做就做 這是我們第一次接觸啦 首次接觸 我們實際也沒去深入他們的部落 去瞭解 是啊 他們單純啦 就天真啦 對 就像小孩子一樣 有什麼就說什麼 是 另外像 你那時候走 因為有經過部落 那時候部落的印象 有沒有什麼印象 那時候走 所謂經過部落 就 純粹經過部落的話 就是綠道 比較 像在雅口沒有嘛 那梅山的話也沒進去 梅山他只是外圍的梅 梅山山轉 那是不是復興梅蘭 可能不是很有印象 那時候是很 住戶沒那麼多 沒那麼多很少 對 我們是從戶先開始放 但是住戶很少 所以另外因為你 所以你八八戶沒進去了 是嗎 我沒辦法進去 所以我沒辦法讓你 那個時候的那些深谷啊 那些溪流啊 你那時候應該走的時候 多少都有一些印象 有沒有特別的從西端到東端 有我小孩他 對 從我帶他去蘭龍 他也是愛蘭龍 所以他常騎機車去 往蘭龍 應該在他那邊有拍很多 包括爸爸以後他也有拍 對 之前他也有拍 他也 回來有傳給我 我再看的話 怎麼 整個真的面目全會 是 是啦 那個改變真的很大 我是 久久一定會走一趟 所以我那時候 我跟你講 那個時候應該是 就那天 應該是17號 18號 我事實上是全線在走一趟 就從東端到西端都走了 那個改變真的實在是 無法想像 那父親那邊的 雪山變道 那邊的 就前河父親街那一個 那個地方 殺八八田的30米 30米 然後611 又帶來30米 那個地方60米 20樓高耶 對啊 所以無法想像 所以都已經到路面來了 不是路面 路早就都不見了 路全部都被埋掉了 現在的路是變到是在以前的路上面 所以現在的那個河裡面的沙 是是 路在下面 你看起來那個沙變一堆像小山一樣 是是是 大觀山隧道的故事 因為以前帶隊的時常都會講鬼故事後幹什麼 你有沒有回憶一下這個部分 是啦 這是有 有時候當然是 因為上面交代下來我們也好玩 有時候就是也好玩嘛 讓大家 因為我們走大觀山隧道的時候 有時候都會跟學員 開開玩笑啦 有時候就會 交代他們 記得 大家手要牽手 手要牽好 隔壁大家要 把他 把他的模樣記起來 因為你走過隧道 不要出來牽的 怎麼 你牽的那一位 你印象中的那一位 怎麼不見了 結果出來 又是你從來沒見過的人 對啊 都講一些 有沒有 你有沒有記得 有沒有跟他們說過 不能被那個水滴到的故事 還是你不知道 沒有這一點 這是另外的啦 因為裡面的故事太多了 可能每一個領隊 所接觸到的也不一樣 所以那個時候除了帶便當 因為不用帶帳篷 不用 所以 許遠大概隨身的東西 就是 基本上的就是 帶 自己要自備便當 還有水服 這兩樣 還有雨衣啦 這些健行上 必備的東西 對 那便當的話 都是山莊 你當天 進站的時候 就把空便當 先交到廚房那邊去 然後隔天 一點便當 他幫你裝好 再從 如果說 你剛剛講 從復興就開始走 復興 然後一直到東端 在南橫沿線裡面 給你印象比較深刻的幾個點 如果給你選 兩三個點 你大概會選 對你 那個不管是地貌 是樹木 是什麼 你覺得 讓你印象最深刻的 大概有哪一些地方 就 第一個是塊谷 因為塊谷那邊 他的火快 真的那邊樹木 非常的厭實 對 而且塊谷那邊 也算是要爬 好像是庫哈樓心 他的登山口也是在那裡 另外天池那邊 像天池上是一個好地方 就是 他山上那邊 那個池因為 會有一些宗教人 團體 在那邊做法是 稍微有點汙染 很可惜 再來就是 牙口對面的 象牙壁 他也是算是一個 很好的一個捷帽 象牙壁 再來就是 從摩天那邊 快接近力道的時候 看了那個 整個力道那個 看下去那個 前色非常好 這是第一次那個 第一次帶南橫健行隊的時候 首拍的照片 72年 就是民國72年 東陸之強 那時候快 也是過年期間 這是 這部分看的大部分都是 一個 除了是大觀山以外 這是在天池那邊拍的 所以那個時候 第一次就是下雪了 第一次帶就下雪了 對 第一次帶就下雪了 然後這邊是暑期 這是我們同庭院暑期 他們暑期拍的照片 那時候整個路都是 整個南橫都是 還沒有郭遊路 對 那個是天子 那時候有帶 有帶雪人進去 對 會去繞那個天子繞一圈 然後這是在74年 74年那時候 那個是梅山嗎 那有梅 這是梅山 梅山 對 然後梅山山 這是 這是梅蘭圈 不對 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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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時候的立道 對 立道 立道 這是立道 這個也是立道 立道立道 然後這是天池 天池 這是牙口 牙口 這應該是西段那邊的 要到 要到 到那個 咦 這個應該是要到那個 隧道前 對 沒錯 隧道前那邊的 那這個是在農 那個 這是台東農工 所以那時候 你看有東海岸健行隊 那時候領隊應該 也沒有男生女生 大部分都男生吧 領隊也有女生 但比較少 幾乎都男生比較多 但絕對一定有一個護領 是女生 一定要有一個護領隊 是女生 這個是 這是 梅山山中 你先先 這是 這是 梅山 所以梅山的時候 跟現在是不一樣 對 這個算是也是歷史紀錄 跟現在不同 立道是同事 梅山 可是 梅山 應該是梅山還是梅山 還是梅山 立道呢 這是 所以 那個算是也是下雪 是嗎 這是下雪的 所以你那時候 其實 下雪的 這是牙口 這是牙口 所以那時候路旁邊也是有落子 這個會不會 這個是西段還是那個 往牙口 這是向陽那邊 向陽山下 這是牙口過來 這是要往那邊 所以這樣 這個是 一個領隊帶的嗎 還是 像這樣 這張照片 這張照片的話 對 就是 就是第一部車 第一部車 第一部車 有兩個梯 我們通常一個梯隊有兩部車 就學 這是立道 立道是這一部 沒錯 因為晚上晚會的話 他們都會叫領隊伍領隊 穿原住民的服裝 剛剛才問 因為陳大姐跟我說 他那時候都會煮紅豆湯 你有印象嗎 他是說 他是說 他都會煮 石鍋的紅豆湯 我想 他很阿沙里 紅豆湯應該是招待 他說 我煮給人家 但是因為學員 都會去跟他們買 魔鬼項鍊 買特場 買什麼 我在想應該是這樣 我是沒有問他 我這個 這個魔鬼項鍊 還在嗎 魔鬼項鍊 我看一下 因為他 陳大姐那邊 他有特地提到魔鬼項鍊 他拿起來 不然會反光 因為魔鬼項鍊 真的很有名 他有魔鬼項鍊 唉 講中文 他講我才知道 不然 這個是 應該是新武 新武 就是立道出來 立道出來 以前還沒有 以前還沒有 現在都做水泥 水泥的 天龍 天龍 那個時候還沒蓋的時候 所以這個也是 因為現在天龍飯店 你看 天龍飯店蓋了以後 你八八錢 你有去過嗎 八八錢有去 我看沒關係 不然你先大概 比較很特別 你講一下 等一下我找幾張 特別的拍 這樣就好 不用再 因為 這是最後一次帶的 八一 欸 他什麼時候結束你知道嗎 不會就是八十一米吧 這是那個 眉山的莊主 牙口的莊主 牙口的莊主 哪一個啊 我去訪問那個 他是八十五到 到一百 所以大概都一樣 走步道就是這個 對對對 就是天龍步道 就是 那一年 會帶走這個步道 就代表那邊有灘漢完全溫通 所以我們才會走步道 要不然我們一定會撈一千 走外面 對一定會走 這個 真的沒照片 可能都已經 遺忘掉了 走步道 然後過體 過那邊 所以拍他們 反倒比颱風 整個側村被強制撤離 就是他們要走這個 那現在你看了 像以這個來講 這個都不見了嗎 這已經不見了嗎 整個都不見 那時候是整個概要 八八千 這個我有拍過 這個八八千 這個我有影像 這個我有跟你重疊的 是 是 大概是 這樣子 我那陽口山中那裡 漆好幾個不一樣 你看 因為有時候漆白的 有時候 有時候漆其他顏色的 力道 這個上面那個單一的 都應該都是你自己 對 應該是 對 你有沒有可能看到 看到我認識的 不太可能 哈哈 他說我身體多好 一天我都不會爆了 哈哈 他賣的項鍊裡面 有好多種 有洗繩 然後就是 鬼王 賣最多 鬼王 這叫鬼王 這鬼王是日本的那個鬼王 就是有洗繩 馬 胡繩還有鬼王 通常有時候 我們每一梯隊去的時候 哇 要買 學員要買沒有啦 鬼王都沒啦 退而求其次就是買洗繩胡繩 哈哈 所以他們 移工廳管 再寫一個 力道健行 留戀那是什麼 它是 它會有一個筆 幫你課 哦 它就像我們一般在課 做紀念就是它 你買了它會幫你課 力道 然後健行會怎麼樣 就是課你什麼想要課的字 你那時候有印象嗎 因為陳大姐 他那裡最有名就是 臭豆腐 對對對 所以你們那個時候 在那裡之後 那個時候應該他就已經是在推 臭豆腐 當機 有印象嗎 那個時候臭豆腐 我是 沒有什麼印象 只是說我們每一次晚上 活動結束以後 哇 學員都會往那邊衝 往陳大姐來衝 當然我們每一次帶隊去 也都會去 過去啦 跟陳大姐打個招呼 真的 所有帶過來我們的 陳大姐都是共同的 真的 好回憶 共同的回憶 人家也正經很麻煩 對對對 對對對 像我有時候 我哪 就是 以前不是帶活動啊 純粹去南湖 走的話 去那邊也都會繞進去 對啊 去那邊走走 跟陳大姐打個招呼 兩部車的人 人數就這麼慘 哦 兩部車全部 對 那裡看起來那裡是哪裡啊 我這樣有一點認不太出來 那邊那個社長 還是梅子樹啊 還是種樹 沒有這裡應該是摩天 哦 摩天那裡 摩天下來 要往立道走啦 哦 也有可能 方方飯店 這個是立道 紅屋頂 可是現在 後來的紅也不是這個紅 對 這是從立道出發 立道出來的時候 對 立道出來 所以現在 跟現在都不一樣了 真的 你看 就是晚上的營火晚戶 沒看到紅 我照一張 就說他們穿那個 所以穿傳統服飾的是 是什麼人啊 你說 都會有他們 像 這是他們的工作連連 這個 你是說 山莊的 山莊的服 住在連連 哦 山莊的住在連連 對啊 這是我 這是 不領隊啊 所以你 就領隊也跟著穿 他都會拉下去穿 哦 呵呵 這樣比較臭味 那時候在拍 如果以現在數位相機來拍 拍照的方式又不一樣了 是啊 對啊 現在就包括景物啦 什麼都會拍 對啊 因為以前底片 每張都很珍惜啦 不敢隨便亂拍啦 重點都是拍人物 是 這個大石頭的變遷 後來的大石頭又不一樣 不是連形狀都不同 這可能 那個時候後來再弄另外一塊 這個跟巴玉連又不一樣了 嗯 這個是立道的 我看立道跟他弄起來 現在 立道寫一個 請勿進入危險 請勿進入 三個是 我們是 這是梯隊的帶隊嘛 這是 駐戰連連啊 那還好 OK 這是七十二年那時候的 啊 西段 崖口那邊 大關山隧道 西段的出口 對 所以左邊那時候還有一棵樹耶 有有有 現在那邊是完全沒有樹 全部都不見了 都清空了 因為在最左邊這個地 這個角度是那個林道嘛 對 對 對 這個是下旗 怎樣 這個是下旗 這個雪比較少 所以你看這裡面 女生比較多咧 對嗎 以前在參加真的女生比較多 像這個沒有講到等案 這個是沒山的 所以那時候都帶著 等案應該再補一下 帶著那個 這個紅毛 是嗎 以前就是大概嘛 對 像這邊的人員來講 就 也是 他 除了 這三個是 我們是 梯隊的 帶隊 這是 助戰人員 所以助戰人員 其實年紀也都還是 年輕啊 都是學生 都是大專學生 包括那個 每個站 每個住戰年年 其實 台東那邊 台南這邊 所有住戰年年 都是學生 都是大專學生 都是大專學生 好 這個還 所以你特別都 最後都有一個 簽名留念念 這張應該 有一個代表 這個就是我講的那個聯合報記者 就是這個 李漢昌 對 等一下 這張留下來 就留一個 每一次結束會 對啊 簽了秘密媽媽 我就把它 帶回來做紀念 是啊 這個是 對 若干年後 一看 這個是沒有貼出去 弄出去也等於說 啊那個提示 那個誰就是我 說不定 對啊 有可能 有可能 像你在 立道山莊 那個穿布農組的衣服 你大概再講一下 就是說 在那裡辦營火晚會的時候 是不是 他邀請你們 就連領隊 副領隊也穿布農組衣服 這個你大概再說一下 那個就是 他請我們穿布農組的衣服的時候 他會 大約就是 叫我們跳 底下舞蹈 就是由他的助戰 助戰的工作人員 就交 因為 通常每提示的領隊 到 立道山莊的時候 應該都沒有接觸到 這一種嘛 然後幾乎每提示幾年 他都會教你穿 然後當天晚上在他們 跟學院那邊前 教你跳舞 對 教你跳舞 晚會完可能很多學院都會往 程大姐那邊 事實上他們 很多感情都是這樣 建立起來 可能是晚會完或者是怎麼樣 程大姐是跟我說 他大概都會煮 綠豆湯 紅豆湯 因為立道有名是紅豆湯嘛 然後學院就會去吃紅豆湯 然後買魔鬼巷麵 這個 因為他那邊 三產的紀念品 我事實上買 學院一般 像 會看 大概領隊不領隊啊 有帶這個 魔鬼巷麵啊 鬼王啊 鬼王像 應該也不錯看 所以學院去陳大姐那邊 看陳列在販賣的話 一般都會買來做紀念 所以我們家工廠 大概就是 除夕 開始算 這段期間 所以你很多年的除夕都在 幾乎都沒 我曾經 我第一次帶七二 我小孩是七十四年出生 我七十四有帶啊 他還沒買 因為我也沒在家 所以 因為是除夕 就冬天 很冷的時候 所以碰到 雅口下雪的幾率 你碰到的可能 還有 對 成型的機會也高 因為暑期的話 會有太空 所以有時候暑期的梯隊 有時候很多梯次都沒有辦成 都會取消 對 像我裡面有幾個 有兩個梯隊 都是碰到 大觀山 探望 就沒辦法走 夏季變數比較大 就颱風了 那通常 這種事實上 人口 人數最多 也是最好 就是雅口 因為那是最高點 大部分人去玩 走到那邊 反而都會在那邊 要求助數 很多人 最忙 也是那邊最忙 從西段走 有時候都暈霧茫茫 然後過去以後突然開闊起來 是是是 哇 所以那個感覺很多人都終身難忘就是這樣 對 真的兩邊氣候實在不一樣 你看標高就 就這樣 就真的就是不一樣 唉 就是不一樣 隧道口 東段口跟西段口 這兩個世界 要看雲海也是要在雅口才看的 最漂亮 因為南橫健行隊是台南市在主辦 總團部辦嘛 有台南市參辦嘛 那承辦的話 一般來講領隊副領隊 基大部分都是台南市這邊比較多 所以 應該還有一些像前輩啦 或者是一些早期那些大專康護隊的學生 大專千年護隊 這些領隊 應該他們都在台南市 對對 那個李俊傑也跟我這樣講 所以他也是台南這邊的人 講法是一致的 當時大部分都是這邊 我那邊我問過好多就沒有 就除了 住戰的 住戰的 然後 包括有一些康復的 他們就沒接觸啊 到處了 會不會 是 早點 冷靜 不多 還是 吃 治癖 吃 吃